我国疫情总体形势还是平稳的 局部地区发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呢 总体上能够做到短时间内有效的控制 那么天津的疫情呢 仍在持续发展 但是呢近三天新增加的病例 主要集中在隔离点筛查发现 那么疫情万一的风险呢 逐渐在降低 需要持续做好隔离点管控工作 那么相关省份呢 要继续做好风险人员的筛查和管控